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么快就忘记了 是永而归 对不对 在那里在五云坛上玩完之后 大家聊完天身体也晾干了 然后唱着歌就回家了 那我们现在呢 我把大家又重新请回了我们的演播室 那重新请回演播室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我还要给大家介绍 屈服的另外一张名片 这张名片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屈服文化国际曼城 那首先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国际曼城 那国际曼城啊 是为了让大家在喧嚣的都市生活中 寻求一份安稳 寻求一份安定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 屈服国际文化曼城 是屈服市于2015年6月 正是被国际曼城联盟授予的一个称号 国际曼城称号 它也是中国的第三个国际曼城 是中国第一个文化国际曼城 那这个国际曼城的联盟组织啊 它起源于意大利啊 主要是觉得大家现在的这种生活节奏啊 实在是太快了 所以要怎么样 让大家慢下来 静下来 稳下来 那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标志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 这个就是蜗牛 蜗牛 大家都知道啊 蜗牛的速度是怎么样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慢 那这个国际曼城的标志啊 也就是这个蜗牛 那下面要给大家看的是 屈腹文化国际曼城的一组图片 那当你们有机会来到这里 就可以直接来感受到 屈腹文化国际曼城的慢 那在这里呢 慢是根 如是魂 那为什么说我们是文化国际曼城啊 就是因为文化国际曼城带给大家的 除了慢以外 还有它慢的文化 让你们感受到屈腹不一样的美 那可能你们去看自然风景 或者去看大城市的风景 大家从各个方面都感受到 每个城市 每个地区不同的特色 那大家以后来到屈腹啊 你除了可以看到和别的城市 不一样的自然风景 人文风光以外 还可以感受一下屈腹的慢 而这个慢 就是让大家能把心静下来 不管你是来学习 还是来生活 或者是过来旅游 休息 都可以让你感受到 不一样的屈腹的美 所以大美屈腹 美美与共 希望有机会和同学们 在屈腹见面 同学们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